晚上这场决赛我觉得应该说还是打得很精彩 虽然摄影下最后是三比赶摇 但是其实从局分来讲 每局还是非常胶着 从第一局11.9 第二局13.8 我觉得整个赛赛来说 其实还是体现了双方运动员的一些真实的水平 我觉得其实这次直通最好的一点 就是每个人都看到了自己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运动员来说 最好的检验自己的就是比赛 从比赛中能够检验出自己真实这种检验手的水平 包括临场的检验手的发挥 临场的应变 在比赛中去提高自己 这个是一个运动员 应该我觉得比平时训练就更有用的地方 更多的我觉得还是全力以赴 在赛场上真正的去投入到每一分 我觉得其实在前两局 我们两个人的比分也是很激烈 所以我觉得其实也就在这两分之间 可能自己赢下的比赛吧 今天可能幸运一点 但我觉得可能我们本来彼此球路就差不多 而且其实水平实力 其实我觉得也都是在伯仲之间吧 所以今天整场比赛来说 我觉得做得更好一点 可能是自己在前两局关键球的处理 包括在相持的节奏上 可能今天处理的相对好奇